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入捧析 打开视野 这礼拜美韩军演登场 规模缩小了 看起来川普跟金正恩两个在铺路 真的要准备坐下来谈了 不过反倒是原本哥良好的川普跟普丁呢 有可能要翻脸了吗 因为普丁放的话 说俄国的导弹可以穿越北极 随时命中美国所有的大城市 普丁此刻为什么要如此的料狠话呢 以及蔡英文准备4月份访问非洲 赖清德接二连三强调自己只是台独 这些背后的动机恐怕都不单纯 外海人看热闹 我们今天请专家带您看门道 为您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美欧所的研究员 严正生教授欢迎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长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国安反恐特勤专家李天朵 永恒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两岸再先波澜 主角是谁呢 赖清德 他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台独的工作者 一开始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候 他回答强调自己是台独的工作者 接下来包括了面对媒体的时候 包括了对岸出现那些回应的时候呢 他也在反抢回去 所以大家印象感觉到赖清德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台独的工作者 他的主张本来就是台独独立 连马英九都说 他主张台独大家都知道啊 那为什么他要不断地加强印象 不断地强调呢 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包括了很多对岸的单位都做了一些回应 包括国台办 说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狂妄挑战两岸关系的现状 包括了官媒 像是环球时报建议 接下来大陆可以动用反分裂国家法 对于赖清德发布全球的通缉力 以及新华社不断地说这个赖清德的言语呢 是言语放浪 我们请教三位来宾好了 因为赖清德应该算是中华民国史上 对于主权问题发源最多的一位格魁了 那我们也知道国防跟外交是属于总统的职权 赖清德他是一个行政院的院长 这样的身份来做不断地表达台独的立场 三位认为恰当吗 先一开始帮我们几个圈插牌yes or no好了 三位怎么看 三位都觉得身为格魁这样的发言不太恰当 来 老师你帮我们做个评论 虽然我们说外交跟国防还有两岸是总统的职权 所以赖这个赖清德讲这些话 可能你还不能说是代表蔡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个立场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即使如此 我们的陆委会是在行政院底下的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关系 那如果今天陆委会的主委要是说台独的话 那我相信对岸可能会更受不了 因为你这是主管那个单位 但是你的长官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么讲 那唯一的我们可以解释的大概就是说 他今天要向绿营的这个支持者表示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们看到的赖清德 跟其他政治绿营的政治人物不一样 就是我的这个信念我是始终如一 如果你们对小英不满意2020年可以来选我 老师的解读是他这样的讲不只是对对岸讲 也是对于所谓的绿营的支持者来讲 我认为就是说无论如何 大部分的绿营的这个我们讲说政治实践者 在执政之后都晓得有一些现实东西要考量 但是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是不管这些 选举的时候你就要拿选票 所以今天赖清德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候选人 将来参选2020总统 那他这么讲 可是如果他今天真的当选总统 2020就要参选了 那不给小英再一个连任聚会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小英民调比较低 第二个这个台独基本教育派对小英并不是那么满意 那赖清德当然是一个alternative 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嘛 但他现在当然 如果他今天要跟小英做区隔 就在这个上面做区隔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选上了 我觉得他也不会这么讲 现在可以讲 现在可以讲 真的当家 他也不会讲 那为什么这时候讲 有人讲说跟老师的看法一样 就是因为蔡英文此刻民调低 体弱可欺负 我来向郭委员 你也是执政团队的委员 你身为委员 但你对于院长的说法 你也觉得身份上不太恰当 那刚才老师解读了 但今天可能心想 他看到小英接下来的路 不是那么的顺遂 2020不如就让我来吧 一个正统绿营的新共主 他是这样的出发点 做发言的 你怎么看 我们台湾历届的隔魁 如果问到两岸 其实他心里面有不同的想法 都会说尊重总统 不然就附送总统讲过的话 没错 比如说维持现状等等 那你可以去讲你自己的主张 而且又不是一次 好几次 他一开始就说 你们委员要问我 我没办法只好回答 后来媒体问他也讲 对岸有的回应之后 他再回讲 所以他不是专门针对于在立院 必须要回答委员 这样的说法成立吗 所以显然他是有一些想法啦 那我是认为 他可能在基层走啊 那确实有很多独派对 维持现状有不满的声音 我认为他听到了啦 那当然也包括美国 最近比较挺台湾的一些声音出现嘛 那他也许发现 诶 这种声音也在高涨当中 然后 没有错啦 如果说变成是党内竞争的话 如果走到比较远就变成 他就直接跟小英竞争了啦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英奈佩 那英奈佩就是说 因为你想一想嘛 如果说他行政院长做到2020 那小英连任 他有可能再做四年吗 我看中华民工没有这样的记录吧 你说你隔回当六年这有可能啦 所以他也在想说 如果我自己选 或者是未来我跟小英搭配 我要有所作用啊 所以他这样的空间反而更大 不就是说至少小英如果跟他结合 那也是一种 诶 我知道党内有这个声音 所以他跟我搭档 那也寻求独派的谅解嘛 如果你说是唱双簧的话 这个賴清德去 賴清德去充装一些空间嘛 那蔡英文 可是这个不叫双簧 政治有时候是这样 各自登山 那到最后再去寻找最大的一个结合点 但如果不是他信里面图的是2020的话 这样不断的放话 让小英总统齐何以堪 所以小英确实一定会被质疑嘛 因为大陆一定会认为说 你这个有两种声音嘛 那你是不是故意的 那小英不说话 对吧 因为我不认为是小英指使他做的啦 是他玩这个棋 认为说我尽可攻 退可以去促成英奈配 我都有作用啊 所以我认为是他个人的意思 那他这样的意思 会不会让小英总统 其实心里面不太好受 怎么办呢 人家有实力啊 我真的就是 坦白讲 我们台湾历来的 我认为你太直接了 这小英怎么办呢 我们台湾历来的隔窥 没有那么有实力的嘛 也算政治实力啦 那现在又传出 陈菊即将接秘书长嘛 卓农府秘书长 那这个就是一个 协调两个人之音的 最好的一个整合点嘛 是 我刚刚提到 现在小英的心理就是 人家心事比人强烈 就是莫可奈何的感觉了 来 天罗哥问一下 其实对岸阵是批 直接批来清德 也没有批小英 原因是什么 而且好像对岸 对于台湾的隔窥的发言 正是如此的回应 也不多见 第一个 从来没有一个隔窥 这么明白的调 就是说他从 他从就是说 他主张台独到说 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那基本上来讲 在我们看就是说 他挑战你的中国底线 那你碰到底线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看你中国大陆怎么出手啊 对不对 他今天是隔回行政院长 他这样讲 当然我们现在 所有的看起来 这个都 不应该 也不会是小英 要他去这样讲 那顶多是讲说 他们在唱双簧 那你行政院长唱这个双簧 把这条线拉出来的时候 你大陆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被他加持了 但是他讲完以后 他又怎么讲 他说 希望中国保障言论自由 他说这是普世价值 你跟谁去讲普世价值 秀才遇到兵的时候 我们看 讲最近的好了 六四他打也就打了 当然 现在美国是在那边讲 他说你们 你们双方要展现什么 弹性啊 耐心啊 创意啊 他哪天真的展现创意的时候 把你耐心的绑架了 到新疆去创意一下 我问一下 这刚刚老师讲到 他如果真的当家 他也未必会讲 你也这样看法吗 他真正当家的时候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这样讲了 他当家的时候 这样讲的时候 你大陆怎么办 所以他当着大家的时候 就是挑上去了 你挑上去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老百姓是不是 全部被他绑了 那就看啊 对不对 你今天碰到习近平底线了 你把台独的底牌翻出来了 那习近平也讲说 台独是最后一条线 是 国台办说这个是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狂妄挑战两岸的关系 甚至有官媒说 可以引用反分裂法 因为反分裂法在大陆来讲的话 是一个已经 成文字的一个法律 引用这个法律的话 可以对于赖清德 全球发布通计 这有可能吗 如果发布通计的话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赖清德不能出国了吗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 行政院长出国的机会也不多嘛 就是说除了去访问一些 我们的友邦 可是我们也大家也看到 现在我们的友邦 这个第一个是外交的层面 所以还是由总统 亲自出去的比较多 行政院长也有出去过 过去我们看到 也是有代表总统去访问 我们的友邦 但是我们的友邦 并没有这么重要 在政治性上面 所以你说今天赖清德 真的会去 为了说要挑战中国大陆 去我们的太平洋群岛 或者加勒比海群岛的 加勒比海岛屿这些友邦吗 大概不至于 所以事实上 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去了 说老实话 真的如果说大陆 发布这个通缉令 其实我觉得对他 没有什么任何的冲击 现在 对他没有冲击 但这动作会做吗 他如果发了 我觉得我们大概 也不会去挑战他 了不起我们今天 就是去一两个 这个小岛的地方 不可能再去过境 譬如说 我们当然美国 我们还是会过 但是其他的地方 就可能不会了 我们来看赖清德 他是走自己的路 对于两岸跟内政 他的谈话 我们做了一番真理 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大家最近 不断听到的 他强调自己是 台独的政治工作者 两岸政策是总统的职权 他有提到总统的职权 他尊重 但是他还是继续 在蔡总统没有讲的时候 他自己帮忙讲 他是台独工作者 主张台独 两岸互不隶属 比较像朋友 两岸对于九二共识 有不同的表述 必须要诚实面对 如果说 两岸钥匙是只有一把 就要做主要共识的话 你在台湾 找不到这把钥匙 对于两岸他的一个说法 对于内政 他其实说的蛮多的话 在一般的媒体 或者是一般民众 眼中认为是有一点点失言 包括了所谓的 之前领低薪 当作在做功德 下帮队员去帮忙 去抓蛇抓蜜蜂 也算是一个做功德 等等 还有最近比较新的是 用干净的煤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过看起来委员 赖清德 他真的也是有个人的魅力 因为 即便是在对于内政部分 说了些话 有些失言 不过他个人的民调 还跟蔡英文是完全脱钩的 他的民调还保持一定的声望 我最近没有做新的民调 因为他陆续发表这两岸的言论 到底民调有没有影响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坦白说 这个指民到信用官媒这样直批 这个最近还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那除了陈杰扁在2004年之后 这个当然你会让大陆有另外一种 就是鹰派会找到存在的借口 他说他里面也有鹰派 那我们里面也要有鹰派 那如果鹰派做动作 我们这边鹰派也要有动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环球那个动作 不一定是针对赖心得 他可能是讲给所有的台独听的 就说他法律所及的范围 比如说他利用外交 把电信诈骗犯遣返到抓回去 那如果你违反他的法律 他就等于是一种政治警告 那当然这个还没有变成政策 可是就是说 你就让环球有机会讲这种话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引起这种他的反弹 环球根本不可能讲这种话 那就会引起这种讨论继续烧下去了 说那鹰派应该准备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样两岸就麻烦了 鹰派相碰了 刚刚委员提到鹰派这两个字 其实这些年 大陆方面 因为民主主义不断的兴起 其实好几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 他们的鹰派现在是蛮当道的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也出现了像赖清的这样比较 也算是比较相对鹰派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天多哥你来看 两岸鹰派碰鹰派 硬碰硬了 我觉得我们没有碰的本钱 真的政治的东西都给留一点余地 不是留给自己 是留给下一代 你今天要把 你今天当一个行政院长 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 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要去摊牌 如果今天大陆做出一个 怎么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是你一个人去扛 还是拿我们全部去挡 对不对 那至少有一点到现在 小英还没有说在这个事情上去 他尽管他有自己的主张 可是他没有走到这么绝 至少还留了一点空间 那可是接下来我们看 有很多事情好像 今天我们在整个处理两岸关系上 都是搭着美国的便车在走 那美国会这样子 一路照顾我们到底吗 我从来不相信的 我从来从我当军人开始 我总认为自己的国家要靠自己 可是他们老把自己的国家的关系 寄托在别人身上 这是我最大的反对 严老师你跟对岸的学者 有常常交流接触 对岸怎么观察赖清德 他这段世界的言行 我觉得现在是 就是他们如果说是用 比较鸽派的想法 就是还是做一个切割吧 就是你把小英跟赖清德做个切割 就赖清德就是我们讲的 行政院长是负责经济内政方面的 那他在这一方面的发言 不代表英政府的发言 应该可以 可是你说的是 但是堂堂的行政院长 不代表政府吗 这个我觉得 就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对所以完全就是看他们对岸的 舆论怎么处理 那如果就像环球时报这些 不断的来把这个鹰派的声音弄出来 说老实话我上半年 就是去年年底 上个学校在大陆做交换教授 我的感受最严 比较就是体认的是 现在的年轻人 大陆年轻人 对我们的台独是完全没有一点同情 不要说对台独 对台湾没有太多的同情 因为没有过去老一代的 感觉上的连结 没有这个连结 那老一代的呢不仅是说 因为过去有一个连结 就是历史上面的连结 觉得对台湾有些关心 那也有还有一部分 就是他们看的是 台湾当年的民主化 他们也希望台湾 未来能够走出一条 带领大陆走向 比较法治民主这条路 等于是开了一条这个路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台湾的这个 这条民主道路走的也不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大陆这一代的 跟我们这个年纪这一代 慢慢走 就是说离开这个政治权力之后 下一代上来 我觉得对台湾是没有什么太大感情的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 对外必须要体认到 因为蔡英文接下来 这个不管你喜不喜欢 可能对外的对手跟台湾打交道的 赖心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没错 那他们有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对手 是难缠的可敬的 还是容易被掌握的 还是必须要抵抗的 我觉得大陆现在当然自信心是很够的 那现在唯一的考量就是到底 如果今天台海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 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 那所以就是现在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包括现在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弄坏了 如果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弄了很强的时候 美国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来挑战中国跟俄罗斯 这样两大陆权的结合 然后来支持台湾 我觉得这是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可能有更大的国家利益考量 而不会把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对决 放在这个台湾的上面 所以以后不论是台湾谁当家 在中国大陆的眼中 他们正要考虑到的 还包括了美国跟俄国 他们的态度跟当时的状况 是比较重要的相对来讲 我们来看一个讯息就是 接下来马上就要在海南岛登场的博鳌论坛 到时候习近平会亲自参与 那么外船他也将会登上 包括像是辽宁号 去教育解放军的海上的操演 这下去传出来没多久之后 也传出台湾军方也在做准备 因为蔡总统也要首次登舰出海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要教育台湾的海空军的舰队 委员这有没有一点 实际上互相互别苗头的感觉 因为想应该去东西 应该是之后 对稍微错开一点 对对对对对 因为4月中下旬 蔡总统要访非洲嘛 对 这个在非洲之前 在博鳌之后 那时间也非常接近 而且这个登舰 并不是很早以前规划的 是比较近 近期才规划 因为博鳌是8号到11号 17号要去非洲嘛 估计这个登舰应该是11号以后 17号之前 所以就没有那么针对性 这还不够针对性 时间非常接近 没有同时 没有同时 天都哥你来看呢 所有的军事操演 人家说 看军事操演 都是要解读背后的政治讯息 你怎么看这次的操演 以前还没有总统 跑出去海军去政治操演 但是我想他这个操演 一定也是以南海这一段的衔接 怎么样子过来去 可是真的要小心 因为你记得吗 前一阵子 史蒂文森奥到越南去访问 去的时候敲锣打鼓 打得很甚 结果后来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老公40艘舰队 40艘战舰在那边 实弹演戏 在他们够演 好 我们出去好了 万一同一时间 他开始演戏 空军从上面飞 海军 他沿着 沿着这个 这个一线 也跟你在旁边的时候怎么办 嗯 你怎么处理 美国碰过两次这种状况 2016 他的航空母舰 在五公里内 他的潜艇 他的潜艇出现了 老美查不出来 我们不会开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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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得近 可是刚天主官你提到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了风险 或者是可能出现了场面 对 难道他们的军方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吗 我们的军方现在实在是都是听上面的 没有 没有说真正按自己的作战需求来 来去安排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认为是国防部的意思说 排这个时间去跟他 你认为不是国防部的意思 你要演练什么 你说 我们现在可以出几 军方的操演不是国防部的意思 会是谁的意思 那国安会 国安会 国安会 国安会受谁的意思 我认为 第一个 以前很少有总统登舰出海去做演练的地方 领多是校园 马总统去的时候是汉光演习的时候 汉光演习的时候是整个的一个计划 年度计划里面的演习 今天 我平常跟你讲 我之前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啊 崩子要跳出来 他要去校园海空军 你去好了 绿营大佬林卓水 对于我们目前的国安团队 认为是荒腔走版 你的看法呢 国安没有团队 国安没有团队 对不对 国安真的没有团队 我不知道 他们所有的研判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不能跟以前比 我当然不是说活在以前 可是现在来讲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做先制 先行所有的研判 可能的分析 而 校园愿意听 他现在全部是他的文心文胆 自己在做 所以我认为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演习 就是说今天我们总统 如何来带领台湾的老百姓 来尊重国军 然后真的是把军人当回事 因为这个你觉得是要捍卫台湾的 你如果今天真的把它当回事 我觉得比这些演习都要重要 不要让这个军人觉得在台湾 一点地位 一点这个尊严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 真正捍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过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 一个气氛 其实太讽刺了嘛 你一方面要打压军人 一方面又要说再来操演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难做到的 而这个实际点上面 老师你认为 会不会有一些政治讯号在背后呢 我觉得当然是会有一些 但是我想大陆应该也了解到 就是他这么多的动作 包括过去这个军机烙台也好 这个航空母舰烙台 这一些 那台湾总是要有一点点的 作为 我觉得这个可以 但是如果说今天总统去发表了一些什么 言论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如果没有特殊的言论 我觉得倒还好 这我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传出博豪论坛 习近平会有演说 那应该会针对就是 他会用比较高的角度 来针对全球贸易 他要提出看法 那应该会对一些进入 更做一些放宽的一些措施 那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 他也要做一个回应 可是他要在全球的场合做回应 所以基本上 博豪的焦点是在回应中美贸易战 然后4月下旬是美韩的军演 所以焦点还是小胖 我说实在4月台湾没有什么角色 我们的角色是5月10号 那个台北军事会议 那个时候才慢慢会开始 那这个我们自己在东部海域的 这样一个操演 委员说我们没有什么角色 那感觉好像有点像插花的感觉 不是 第一个 今天大陆的空军跟海军做演练 它都是长期规划的 它一步一步逼近 从台湾海峡过 从不同的时间空间来测试 你不要看它 它一面走一面在搜所有的资讯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眼睛一张开它就在那里了 它随时在做这些 它是有计划一步一步在做 那这一步一步做的时候 我们的国防部有没有办法研判 就是说它下一步怎么样 它万一到哪边一步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你有没有 没有 到现在为止没有 你国防部完全变成内需部 内需部 上面交代你就做什么 配合指挥部 对 你没有那个高度了嘛 那没有高度的时候 你说国安团队好了 我们再怎么讲国安团队 以前的政大国关中心 他们提供很多的资讯 然后 我们内部根据内部的资料 然后互相的开会去讨论 做出来给总统参考 现在的国安团队是谁 从吴钊鑫玩了 换李大维 这两个人做出什么 他能够控什么 他只有在他 自己本身专业的部分 他有一些分量 他从过去熟悉的领域 他有一些看法 但是 完全都没有做到 整合 所有现在内外的资讯 而把实际的情况 可能遭遇的问题 危险 跟危险的警戒度 要到哪里 做成了一个政策 然后要求国防部要做什么 要求三军要备战 要怎么备 那在什么都没有备的状况下 你出海去效率海空军 很简单的 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登船 完了就算了 你绕出去看 你往南海 往太平岛去开一趟 看看好了 这个如果说像天头哥所解析的 这一次的台湾 东部海域的一个军事教育操演 不是国防部发动主导的话 那真的会碰到的风险 让人就相对更加的担忧一些了 但我们四月份 会持续关注这次的操演 另外国际之间的情势 真的是瞬息万变 还记得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 我们稍微提到一点 有关于中泛之间的建交 看来近在咫尺 本来讲说 主教的任命权的协议 可能本来三月底 四月初就要签订了 但一瞬之间呢 马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 从3月28号到4月3号之间的一些 双方的发言 一开始3月28号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有诚意改善中泛之间的关系 双方也在持续努力 希望有具体的成果 紧接着3月29号 教廷说明确表达了 目前中泛之间 并没有即将签署的协议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呢 目前要保障宗教信仰 自由的政策跟实践白皮书 坚持教会自办的原则 也就是说 对于宗教这些关系 他们还是要一把抓 而圣经 这段时间在中国大陆也遭到了查境 所以老师你觉得 中泛从原本感觉好像 不久之后就要建交 到现在感觉好像又要破局 当中转折的关键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乐观 或者说悲观 台湾会丢掉这个邦交这么快 原因有几个 这个我觉得主教认命 这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 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么多年当中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忠于教宗的 天主教神职人员 或者天主教徒 那这些人在过去受到了迫害 那今天如果今天梵蒂冈 要跟北京建交 他们要不要获得平反 不平反的话 我觉得这很难交代 就是说这些 我们有些可能是殉道者 是死在狱中的 那也有些真的是被关了很多年 那你总要为他们做一个平反 然后他们所带领的 所谓的地下教会 不是爱国教会 那这些的天主教徒 要不要被承认 如果今天你要让天主教的地下教会 扶出台面的 那基督教的更多 那你要不要让他们扶出台面 所以其实如果跟梵蒂冈建交 能够达到大陆宗教自由 我也觉得说 这个对大陆的基督徒 天主教徒来讲是好事 但大概不太容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我们讲说 任命主教这件事情 越南 我们常讲说越南模式 也讲了20年 越南的总理 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 包括这个党的书记 都访问过梵蒂冈 有些也见过教宗 到现在还没建交 就是你看已经搞了20年了 这个主教的任命都已经妥协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建交 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 这个越南的天主教徒的比例 比大陆要高很多 因为他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 当然你会看到大陆绝对的人数 是有多于越南 不过也不过多个几百万 就是以大陆这么13亿人口来讲 真的是没有多太多 那他跟越南都没有建交 你怎么会期待 那包括圣经这个议题 就是这一阵子 过去一两年 我们看到大陆就是 你所有的教会 今天要公开挂牌聚会 是不可能 除非是爱国教会 三治教会 就是大陆的所谓的 自养自传自治 这三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否则的话 大家都是没有牌子的 那你现在在爱国教会 还是可以买得到圣经 不是没有圣经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爱国教会的聚会 就是让很多的基督徒 或天主教徒 感觉上好像没有这么有生命 那未来我不知道 他们会怎么样 通融这些地下教会 但如果说你不开放 这个地下教会 我觉得教宗 要是去跟大陆建交 会遭到全球天主教徒的 一些反对 而这个平反或者是开放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就像是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子 开了就收不起来 不是 因为很难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在台湾 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是 在美国在其他地方 他们是把法轮功当做宗教 我们在台湾把法轮功 可能当做一种 一个社团 社团 练声啊什么等等 但是对大陆来讲 就是一个宗教 假使你今天天主教 基督教开放了佛教 那法轮功呢 法轮功呢 西方国家就开始 来弄这个东西 更凶了 那现在是几乎是没有开放 那法轮功也就 因为大陆担心的 还是一个聚集吧 那他今天也知道 你这个地下教会有聚集 但是感觉上 因为你是打散的 不是在爱国教会 爱国教会 我也去过好几个 北京的 这个成都的上海的 都是一千人以上的 那这种大的聚会 他可以控制 他愿意控制 但是你这些小的聚会 到处在这个 我们说散在 平常百姓家里头的 这个大概二三十个人聚会 他觉得你们不闹事 也没事 但是要你们 扶出台面那不得了 那这个是大陆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还没办法处理的议题 我觉得老师之前 在我们节目讲说 2018年看到中泛建教的可能性 你当时就认为 其实不太高了 很多路要走 那这样一点 消息的转变 郭委员 应该听到这个讯息 台湾的外交部 应该是开心的吧 至少欧洲 我们唯一的邦交国 应该可以hold住一段时间 一年半展 没问题 其实这个取决于 北京怎么思考 它的外交利益 跟它的宗教的处理原则 因为这个外交利益 有联动性 因为欧洲 还有中南美洲 一些天主教徒 可能会因为 你跟范琳刚刚 其实没有正常化 所以对你有意见 所以这个对中国 在外交上 是负数 是负数 那至于说 就是国际化 跟国内化 要怎么平衡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去想说 他没有办法处理天主教 那伊斯兰 不是一样在新疆传教吗 你只是对他的行为 做约束 所以就说这个中国 有没有想出一套方法 就是说 当我允许本土教会 扶上台面的时候 那我只用行为做约束 可是我不去禁止这个教 那这样就是切开了 我觉得他只要想出这个办法 这个问题就解了 可是目前确实 就是我所听到的 就是统战部跟外交部 有不同意见 那统战部就是担心 宗教社团一旦自主化之后 会失控 那可是这个问题 同样也存在 回教徒啊 伊斯兰啊 你能够到新疆 完全禁止伊斯兰存在吗 你能禁止西北的回教徒存在吗 做不到啊 那你既然做不到 是不是要用共同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 确实是一个考验 可是 我觉得他早晚必须面对 因为不然你这个国家 都不能处理宗教问题 那也是很奇怪 那这样怎么做一个现代社会呢 这搞不好会是他棘手的问题 排在前面起位的 我认为是 可是你不可能不面对 因为全世界各国 大概宗教团体 都是自由存在的 好 天路贵你来观察 4月17号重要的日子是 小云总统要出访到非洲去 出国这段时间 会不会中泛之间的关系 又给蔡总统有一些 不太舒服或尴尬的场面出现 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个宗教的 宗教的容忍允许度上 到底是哪一个先 我本来观察一直是认为 至少他在佛教 在道教这些方面会放先 因为不管我到过五台山 或者到过哪些地方去看他 那些香火都很甚 但是我也在 我到上海到这些地方 也去看他这些教会 我认为他可能会把这个教会放在线 而且他们相互之间 一直在做谈判的时候 是很严格的 很严的规范去 然后让他在大陆 优先的公开化 因为这也符合教宗 他从一开始 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 能够去公开化 所以他愿意去在有程度上的 准许他的任命权 刚刚言老师也讲了 说越南 越南 越南 教宗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面 中国大陆 一直是他的目标 那从 从之前 前一阵子 传出来我们 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被要求要到别的区域去找地方的时候 我相信外交部不是不知道 那个梵蒂冈一直是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目标 因为他具有指标性 这个指标性到底在什么时候下手把它掀牌 我觉得不会太久 我觉得不会太久 那会不会在小英出去的时候 那你就看 所以现在赖清乐的言论到小英要上舰去访问 都是一种加速推进器 好 我们就先把家庭锁定在出访这段时间 前后算一算 五天 我自己当记者的时候 同事跟元首出访好像没有这么短的天数 出去大概都十天起跳 问一下委员为什么会那么短的天数 而且非洲 我们两个邦交过 一个布吉纳法索 一个是史瓦基兰 为什么只挑一个去 史瓦基兰是因为他五十周年 听说总统也刚好五十岁 然后 那个 我们跟他建交也是五十周 他一独立就跟我们建交 所以 三个五十啦 所以 你不好意思 不是元首去啦 我们是被邀请 那布吉纳法索是因为刚发生过恐攻 所以我们就很盛情的邀请说 那你总统来访问台湾 那他也同意了 那我坦白说 我不认为小英这个是刻意要出访 他是被动的 因为他被邀请 不然这个时候他很忙 对啊 比如说他要处理 陈局来接秘书长 内外都忙啊 要处理这个 我们党内的这个各种初选的难题 是 然后还有台美军事工作会议也即将开始 嗯 对不对 所以他政治很忙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被动的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其他过境呢 因为之前去非洲应该都会过境 因为他要急着回来啊 所以就 只要去五天啊 你扣到坐飞机 大概只有两天多而已 还是加十三 所以我们 他急着回来吧 就是有情有义 五十功赫 当然是 我觉得唯一原因吗 也应该啦 我刚刚在上课的时候跟我学生讲 我说我们邦交国不多 现在只有二十个啊 那斯瓦基兰是非洲 跟我们从一开始独立 就跟我们维持邦交 从来没有断交过的一个国家 我教书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 我说你们看到斯瓦基兰来的学生 请你们拥抱他 谢谢他 亲他一下 非常地友谊 真的是这样子 就说那今天五十年 难道不应该庆祝一下吗 我觉得马总统四十年的时候 就已经错过一个机会了 不过他有去跟那丁国王福利挺身 那是跟这个甘比亚 但是我认为就说 这个是一个蛮正式的一个 这个庆祝的活动 那斯瓦基兰说老实话 在非洲也不是一个 这么重要的国家 他也很小 他从来也没有进入过 安理会做非常任理事国 非洲有三个名额 但伦伦伦也伦了四十几个国家了 没有伦到过他 所以你就知道 他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的大使馆在那里 是少数可以跟美国大使馆 跟南非大使馆 就是平起平坐的 那我觉得我们去重视他 让他们人民感受 当然是维持邦交很重要的 而且蔡总统去 就像刚刚老师就讲的 应该会有温暖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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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问一下 我们的严正胜老师 因为老师才刚刚 从非洲访问回来 您是帮小英总的先去探路吗 我只在他旁边 私话既然旁边的墨山笔 你是受邀学者去当地开会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最近看 这部电影 背景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非洲英勇世纪 这部片已经是第一部 挤进全世界十大票房的 华语电影 56亿人民币的超狂的票房 里面的故事背景 可能很多网友都看过 很多观众朋友都看过 老师 你所见到的非洲 你去了一趟吗 你看到什么 我自己 我这次去墨山笔克 那我想我十年前去的时候 当时我的这个地培 就跟我介绍说 这个他们的外交部 2004年的时候 是大陆帮忙盖的 那那个时候就有在讨论说 他们跨海海湾的时候 可能要有一个桥 然后中国要帮助盖 但是还有一些争议 还不知道怎么样 我这次去呢 这个图已经是 才在盖了一半 我这次去 大概今年会盖好 这个跨海大桥 是非洲最大的一个跨海大桥 是 那然后我这次办的 这个会议的这个中心 这个旅馆是大陆我盖的 这个大陆旅馆 说真的很像福建广州一带 看到中国大陆的 比较的感觉 过于华丽 过于华丽 但是他们的地点都很好 因为 墨山笔克的首都 是在一个海湾旁边 所以你在这上面 几乎都可以开到海 为什么叫安徽外经 就是安徽的外经办 帮忙协助的嘛 大陆是在非洲各地 有不同的省份 像任养他们 这个非洲国家一样 什么山西省 可能任养加纳 不同的 每个省份有 每个省份有 要配给就任养 对 就是他们的企业 会去帮助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这次在墨山笔克 我看到就是 真的是大陆帮他们 做了很多的建设 所以你住的饭店 开会的大厦 那未来即将完成大桥 都是大陆盖的 对 这些都是大陆在做的 所以表示说 大陆确实是在非洲 有很多的不同的布局 那这只是墨山笔克 还算是一个 比较贫穷的地方 那其他的当然 我们看到的是更多 包括大陆在这个 这个是在 这个一带一路在肯亚 肯亚他帮他弄了一个 第二条 第二个港口 第二个港口 因为肯亚有一个 这个港口 但是呢 他现在帮他在北边 栏目 再开一个新的港口 那这个港口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是让南苏丹的石油 可以不经过北苏丹 他们关系不好 可以直接来这里 那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大陆在帮非洲国家 开港 那我们知道一带一路 也到这个东非这一带 那这个是在肯亚 现在在兴建的港口 那另外当然大陆在海外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吉布地 那这个军事基地 那边有美国的 有法国的 甚至日本都有在 那大陆也现在开始在那边 建他的这个军事基地 他租建嘛 所以这个吉布地一出来 我们知道控制鸿海 这个咽喉很重要 对大陆全球不一 大陆是一个跟美国 英国不一样的 过去没有海外基地的 那大陆的现在 如果说有这样吉布地 他的海军 我们说真的可以叫 有远洋的舰队 那最后我想提一个 他好像派最多人 对那就是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本来是一个内陆国 那大陆现在帮他修铁路 就连接到吉布地 让他能够帮忙 这个首都阿迪萨巴巴 这边的这个机场 你一下飞机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四个中文字 就是询问的柜台 下飞机 他就一出来就看到 机场看的是中文字 那个询问柜台就有中文字 那然后我在那边 休息的时候 我忽然睡觉 被烟呛醒 为什么他那个西燕市 机场可以抽烟 不是他西燕市要关 只能放两二十个人 大概四五十个人在里头 都是大陆的乘客 就是门都关不起来 烟都出来了 你就知道有多少乘客 就是直接阿迪萨巴巴 是可以飞到香港 然后大陆来接 那这里我们不要讲说 以前看CNN被他骗了 觉得伊索比亚 都是饥荒 他现在在搞工业化 那有很多皮革 大陆现在帮他在搞工业区 直接做皮鞋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 然后阿迪萨巴巴又是 这个非洲联盟的总部 那这个总部的大楼 就是大陆盖的 老师你去非洲这段时间 你会感受到 非洲到处都是大陆人吗 会 我跟你讲 会啊 我特别是飞这两个航空公司 就一个就是肯亚航空 一个是伊索比亚航空 这两个航空公司 大概都是从广州 或者什么 或者江港 就直接飞到这个非洲了 那几乎都是大陆的人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新闻有报道 非洲的狮子山共和国 的选举场合 当地的黑人朋友 会想说 我是中国人 会讲中文 有这么夸张吗 我去狮子山的时候 那他们你可以看到 在路边 尤其像我小时候 在那边抽 这种摊子上面 一个板凳 一个黑板 有人再教中文 就是 中国人多到一个地步 他们 非洲人也觉得 要赶快学点中文 对他们有帮助 我去钢国的时候 也是如此 就是当地的一个 中国留学生协会 还请我吃个饭 因为我会讲中文 那他们都是曾经 在大陆留学过 回到钢国 然后继续现在 靠他们会的中文 再跟大陆做生意 所以大陆 对于整个非洲的影响力 不光只是铺桥造路 盖港口或铁路 他们在软件的文化 教育上面 也开始影响到他们 他们的中医也进去了 然后他们的这些 我们台湾过去 能够做的 譬如说农业 医疗 他们都能做 我问这比较敏感的字 有人说 已经感觉被殖民的感觉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说 因为中文 毕竟 不是他们elite 就是说精英的语言 精英语言 还是英文法文 那他们对 非洲人对法国文学 对法国的文化的崇拜 那远远超过中国 不太会 我们给他看个数字 但是大陆 对于整个非洲的影响力 是远远超乎到 你所看到的一些 印理上面的建设 因为他们投注的金额 大家看一下 中国在2016年 对于整个非洲地区的 投资金额 比欧盟跟美国 加总在一块 190加360 还比大陆的3600 要少了许多 所以天罗哥 这个大陆 可以看得到 在非洲是 基本上全包 而且产业类别来看 金属跟能源 比例是相对最高的 为什么金属跟能源 投资比较多 第一个金属跟能源 是他所希望掌握的 供给自己的上层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今天大陆的 所有的中小企业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全部以非洲 为一个下游国家的出口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 因为前一阵子我到义乌 到这些地方去看 看了你会吓死 都是他们在那边买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进去了 那当然 中国大陆对非洲的经营 事实上非常的早 以前我们只有在南非 在赖索托 在那几个国家有的时候 他从坦沙尼亚那些 开始的时候 很早就注意到 他们除了协助他的 最早他们 他们国家 还没有我们那么有钱的时候 他就协助他建造铁路 建造铁路 最重要的一个 大量的人口进入 那么到这几年更是 就像刚刚言老师讲的 他一个省任一个国家 他可以避免很多冲突 这个省 由省来掌握这个国家 那么要进去哪个下层的 中层的上层的 都一步一步的进去 他在非洲的经营 是一个整体战略的经营 所以美国上次一跑去一看的时候 他傻了 他没有想到这么快的 第一个 资源的东西 比如说金属 重金属的这些 能源这些需要的 他拉回自己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 基础的建设 他都帮忙做 而不单是 只是说像我们以前 用我们的专长农业 去协助 交他们去农 但是他不是 他除了交易 他自己人也去 在那边做 跟着他们一起做 变成农夫了 买了 买了地 就直接做农 对 跟着他们一起做 你就像那个吉布地的地方 我看了他的野战兵 去到那边的时候 人家今天下了烧 就下烧 他们不是 他下烧以后 他自己开 开车去 这条道路 多长 中间有几座桥 桥它一个一个去量 有多长 多宽 承载力如何 干什么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 在做战争准备的时候 军事的基础 它全部把你弄得清英楚楚 天都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不管是做建设 或者做其他一个层面的影响 中国带进去的是包括了人 人会进到非洲去 我自己在非洲四十三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厉害的部分 就在于 其实大陆人 不是每个都会讲英文 但每一个都可以 跟当地人沟通 他拿起计算机 就可以做生意了 这个是厉害的部分 所以你刚才说 老美对于非洲的影响能力 没有远不近于大陆 原因是因为 你那个地方 老美他不会愿意待一辈子 可是大陆有些去那边 就有点落地深入的味道 这个我补充一下 事实上大概两年前 有法国人写过非洲 他就发现中国的移民 不是国家派的 非洲的移民已经超过一百万人 你说从大陆移民到非洲一百万人 民间的 那我有一次 我从这个上海坐飞机去北京 那我就碰到一个厦门来的工人 他说他要去北京转飞机到非洲 他们在那边包了一个电厂 然后他就是工人 他们都是一个团一个团这样去的 然后电厂盖完他们就再回来这样 然后就一个厂一个厂这样盖 那我觉得事实上 欧洲人自己也要反省 我举肯雅做例子 肯雅在中国大概在去年 帮他盖了一条铁路 300公里 高速铁路 300公里 英国殖民肯雅多久 没有半条铁路 所以你要去反省自己 就是说你 你过去来就是要挖资源 然后只盖那条路通到港口 你就运走了 那对于他内部的发展 你根本都不在乎 所以你看 所以那个结合度当然不一样 大陆对于非洲的影响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坚定的史瓦基兰跟布吉纳法所 会不会出现动摇有一天 因为史瓦基兰真的很小啦 你去看他的地图 非常小 而且史瓦基兰是一个王国 那从大陆比较 国王 这个还蛮封建的 跟大陆这个社会主义 还不是很合的 所以我觉得 然后他因为也小 也没有能源 大陆也还不太想要去影响他 不是就是他今天跟我们做朋友 远远受到我们的重视会超过 他今天变成大陆五十几个 非洲邦交国之一 在我们这边是上兵 这边我们上兵 真的是如此 那布吉纳法所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担心 但他毕竟还是个内陆国家 而且布吉纳法所 他的最重要的资源 大概现在看起来 就是他的棉花嘛 并不是那种重要的金属 或者能源石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很 真的很希望我们的邦交国 第一个是不要是有政治野心的 因为有政治野心的 他们可能要跟中国来往 在国际社会 第二个 不要有太多资源的 因为有资源 可能他们需要靠大陆来开发 那第三个呢 可能希望他们 不太喜欢社会主义的 虽然大陆现在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只能交这些朋友 我们就是有些排除东西 我做非洲研究 就是或者说 他们也不能太乱 因为太乱的时候 要派什么 联合国威和部队 大陆有这个否决权的 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 而且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能被国际社会给孤立 欧美如果把它孤立了 那他们就要大陆去巡软了 所以说 就是说要 稍微就是在这些边缘上面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利益了 外交关系要随时观察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但是如果就战狼3 在非洲再拍第三集的话 一样照卖 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如此 最近还有另外一部叫 《红海行动》 是 这个同样的话题先动 不是他 不是吴京典 不过先动非常常就是 好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的是 朝鲜半岛的一个局势 因为接下来马上在4月份的时候 金正恩跟文在寅 两个人会面要怎么样谈法 我们先来看在这之前呢 南韩的艺术团体 隔了13年之后 再次回到了平壤 金正恩是全程做了观赏 而且看到南韩的女子团体 尤其是当红的Red Velvet 上来唱歌的时候 台下不断的打拍子 还非常的感动 你觉得这个场面 这个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在金正恩 至少去年射导弹的时候 是无法想象的 你看到金正恩在现场 他那一个 看到南韩的女子团体的时候 是真情流露 真心的 在那晚上感觉到开心吗 因为美也是真的 美是真的 看到美女当然心里很高兴 那个美是真的美 还是人造美 不确定吗 可是就是漂亮嘛 女生嘛 不过他最近 我觉得他一路都在 迎回国际的名声 我就要问这问题 因为有人说他在下面 拍手感动 觉得说 还跟他讨论歌词 这一切都是公关形象塑造 是 可是演得越来越真嘛 比如说他去见习近平玩 然后接下来要见文在寅嘛 那接下来还可能见安倍 对不对 那还传出他还可能见补金 那这个是大胜 而且还有川普嘛 对不对 那等于就是他从被压到最 压到最底层 然后现在开始翻身了 六方会谈的都见了 所有大国他都见到了 那他当然不一定能够 要到他全部的条件 可是他的诉求一定会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的政权 你不能推翻嘛 嗯 我用的这个原则 那这个基本上就 跟波顿是对撞 他要塑造这个国际的新形象 对 清明的新形象 是赢得国际对他的好感吗 我觉得他最近是好评连连 好评连连 我觉得大概是 我没有看过小国玩大国玩得这么顺的 好 问一下天罗哥 除了这一个他在当天晚上 这个真情流露了一些自己动作之外 连他的太太李学祖称呼他 以前都要用禁语 或是领导人或同志 现在直接叫我老公 在过去在北韩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你认为他在精心塑造个人的一个 新公关形象 是有人在讲 北韩接下来下一步 可能就是要走出所国路线 有那么快吗 他的调整是非常快的 尤其我看到金正恩 在看到那个少女时代的徐炫的时候 他犯出来那个笑容是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 不要想到人家 人家是瑞士 他在瑞士 事实上来讲 他过去是一路被压 一路被压的状况下的时候 他自己扛的压力也很大 可是一转眼你看看 他掌握到几个重要的机会点 一转就转出来了 不是说这些国家 是这些国家急着要跟金正恩见面 他突然变成牛肉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把自己 一下子放得不知所以 或者说过分的膨胀 他很清楚 他第一个跑去跟习近平见面 跟习近平见面的习近平讲说 不会因为一件事情 而怎么样 就是指的张文哲那个事情 然后他也讲了 他说从我们自古以来 两个人一句话 都用一句话把过去带掉 直接登上去 那你今天北韩在那边 我们看半岛形势好了 北韩突出在那边的时候 他见了习近平 第二个他接下来 我觉得他会在这个之前 跟普京赶快见面 形成一个对三角 靠山 靠山 你靠山后头没有问题了 再往前面去 当然 这里面 我其实在这段时间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金正恩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在情报上做得太强了 完全你看看 这么大规模的移动 这么大规模的 每一个细节的安排 没有一根消息露出来了 好 连之前经常放消息的日本媒体都没看到 日本是完全傻眼 这个才是真正可怕 而他把情报做得那么滴水不漏的 保密的情况下 你看了习近平去把金正恩 所有的习惯都抓得清楚 包括上去跟他握手 走到什么地步 然后到时候最后双边送礼 那个选的全部是他 所以而且他派宋涛 在直接的在两边的边界上去 就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 金正恩这段时间上 国际形象的转变 继续问一下天斗哥 看在美国即将要上任的 新国安顾问的波顿 主张要打北韩金正恩 主张鹰派的波顿的眼里 做何感想 我觉得 全部都在演 我觉得波顿 波顿是配合川普在演 是配合川普在演 川普绝对不会把这个局 放给手下的任何人 但是他要增加他 谈判的筹码 所以波顿还会更强硬 还会讲出更多东西 可是你看 金小胖有理他吗 理得不理 因为他知道对手是川普 不是波顿 不是波顿 你下面再怎么办法了 这段时间 在之前 男孩的文在演有角色 等到中国大陆一出现的时候 文在演也紧张了 他怕没有角色 要把他拉回去 我们在四到五月 金正恩跟川普见面之前 所有看到的事情 基本上 都是在台面下做出来 然后台面上只是露出一端而已 重要的关键 一直要等到他跟川普两个见面的时候 才翻牌 到时候就一翻两对眼 不是两对眼 其实他们 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当金正恩跟川普去见面的时候 他们不会有先去做私底下的沟通 顶多只是安排 说吃的住的见面的地点 这些安排好 但是真正要谈什么 是他们两个之间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不太寻常的迅力就是 前段时间尤其在去年我们节目讨论的时候 都是认为说金正恩不断的是导弹 是核武 就是要美国 逼着美国 跟他坐下两个直接对谈 两方直接高峰会 他直接跳过六方了 他不需要你日本跟南韩过来一起谈 他就要跟美国谈 不过这次 PTI出来一个希望喜事 他不排除接下来恢复六方会谈 老师你觉得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单纯的部分 我觉得当然他就是看到美方的领导人 川普这样的一个不定时炸弹 他觉得我透过六方 我还可以提升我的国际地位 让人家感觉上是川普 是一个比较不理性的 是一个比较就是喜欢在那边操弄 这些谈判的人 那最近我们看到一年川普报道 当然刚刚两位也讲过说 他的这个国际形象是提升 但是相对大家都要问说 怎么搞一个70多岁的人 玩不过一个30几岁的人 感觉上川普那边叫嚣的结果 结果包括我们看到最有意思的 就是让我想到安倍 安倍也要想跟金正恩见面 我说这个好像当年就是美国 这个联合国 我们这个大陆进了联合国之后 田中角流急着要搭这个 这个大陆的列车一样 就是要抢在美国的前面见 而且安倍现在好像又是同样的情况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 他可能跟普丁见 他跟南韩也见 跟他这样一连串 这个六方会谈的人他都见了 六方之前各自先见过 各自先见过 所以他今天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 来处理这个议题 那确实就是他可能塑造的形象 跟他的爸爸真的是不一样 他爸爸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哈美族 就是很喜欢美国的音乐 电影的等等的 但是好像就是在关在自己家里头 并不是那么像他这么会玩国际政治 我觉得他远远超越他的附近 清楚于蓝 清楚于蓝 真的是 六方会谈 有人说是因为他看得出来 现在美中打贸易战 俄国跟美国关系也不怎么样 对 所以呢他看到了这几个大国强国之间的矛盾 所以何不利用当年以前 澄清就已经有的六方会谈 再把它解开来用 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像我们英文讲 Statement 看起来像一个政治家的对 郭元你怎么看 他利用了这些美中俄之间的矛盾 回到六方 搞不好对他还更有利 他过去年来讲好了 他去年想要就是朝美直接对话 现在回到六方 对他来讲他可能有更多的空间 我认为这个贸易战开打之后 那川普韩国这个问题一定要搞定 所以他没有破局的筹码了 那当然不是说一下可以敲定所有的东西 可是在战略高度上 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做出一个承诺 就是我不会推翻你 那这个大概他就定心完了 那至于说和协议要怎么去监督 要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比如说伊朗跟美国就谈了15个月 那个细节还可以慢慢走 可是就是说这里就启动了 那启动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进入弹的状态 那你那些军舰可以开走吧 那个军事的那个对峙的那个氛围 就要开始慢慢解冻了 所以我是觉得尤其他又找到中国 那未来可能还有俄罗斯 当靠山的情况之下 他也不怕破局啊 破局就回到原点而已啊 可是川普如果回到原点就是重伤啊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你川普是重伤啊 你一定要往前得分啊 所以我觉得他竟然有点反过来吃定川普了 不论如何金正恩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 对 接下来再怎么样的话 可能输得歧视川普 其实他访问的北京就已经不败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 这几个人包括金正恩跟习近平 他们关的门谈了多少事情 我问一下金正恩在北京访问的时候 宣称他愿意以阶段性放弃核武 这一招其实金正恩也曾经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承诺 但后来当然没有去实践 所以金正恩做过金正恩在讲 那西方世界还会相信吗 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因为他到时候就是他跟 他跟川普最后在谈条件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 我要放多少给你 我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就这样 讲有什么关系 他尽管可以讲 讲又不用花钱 他爸爸也在讲啊 他说这一讲的话 那是我爸爸讲的 我只是在梦里面梦到而已 而且其实包括像金正恩跟习近平 他们两位 都是把战略的目标已经确定了 然后再回来讲路径该怎么走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我补充一下 北韩的筹码是比伊朗多的 因为他核武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投射能力也有一定的程度 伊朗是还没有耶 美国只是怀疑说他要往那个方向走 那就把他挡住了 那北韩是已经做到一定程度 所以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难度 就是说你叫北韩完全放弃 我觉得他可以说我不再进行核试爆 我可以不再发射飞弹 但你要把他现有的能力 让他能够拿掉 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 那我自己是认为说 应该是由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 来要求一下北韩 就是你不要第一个先使用核武 就是no first use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承诺 或监督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算是 比较能够算是一个控制之下了 如果no first use 换到不推翻政权 那他就是大赚了 对 包括我们现在看其实川普啊 现在从开始上任之后 处理很多事情 玩到最后 感觉好像自己没牌了 因为不管是跟在朝鲜半岛的状况 或者是跟大陆打贸易战 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话题 跟俄国的关系 看起来都有一些 让他自己会伤脑筋 火会燒在自己的身上 俄国跟美国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先来看这段画面 你刚刚画面上看到的 这也是俄国的萨尔玛特导弹 那普丁说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个导弹可以飞越南极 飞越北极 而且可以锁定美国至少 50个大城市直接做攻击 我们印象当中 好像川普跟普丁 关系还不错 尤其在通俄门官司调查的时候 都一直认为说 两个人不会翻脸才对 但老师为什么会 普丁再次选上了以后呢 反而会这时候来呛响 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 不是川普对他有好感而已 就是说这个不足以 不够了 因为必须要整个美国的社会 可是美国的社会 基本上对俄罗斯是怀疑的 包括共和党 很多都是非常 以罗姆尼过去的这种 建制派为代表 都是非常担心认为俄罗斯 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现在普丁当选年任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包括白宫的幕僚 都请川普不要恭贺他 就是他继续恭贺 那就表示说 美国的白宫也好 或者说负责国家安全的幕僚 大概都对普丁是没有好感的 好感的 所以我就认为说 这个普丁现在 既然他讲了这些话之后 到底川普会不会像 对金小胖一样说 我这边按钮比你还大 比你 我可以设计你这个 城市可能更多 可是这个真的很难 因为川普一直认为说 他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所以今天跟习近平 尽管进行贸易战 他还是认为说 他说他们两个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 那同样 他今天跟俄罗斯 是关系不好 但他认为说只有他 能够跟俄罗斯打交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觉得说普丁很tough 不容易处理 可是川普就是说 他要营造这样 营造这样一个形象 认为说我也是一样的tough 那当然今天普丁 对于一个不太友善的美国 特别还加入英国来制裁美国 赶出美国外交官这种行为 他当然要做一些 更强悍的回应了 所以这样子的放话 我认为你的看法 就是因为起因于 互相驱逐外交人员代表的原因而已吗 这个其实感觉放话的层次 放这样的导弹的画面 好像严重性已经高过于 这外交 互相驱逐外交官的一个做法了 你如果看他的基本矛盾 那乌克兰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然后乌克兰还扬言要加入北约 你看有多严重 那这川普怎么可能 容许你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家门口 普丁普和英文 普丁普和英文 普丁普丁 那川普我觉得他是有点在自保 因为通俄文有人扬言要调查 所以他就要故作很反普丁的样子 那美国本来整个军情系统就是反俄的 这个是传统 然后提德森又被换掉 那上来的通通都是鹰派 从这个普丁普尔 然后到波腾 通通都是鹰派 那原来那个国防部长 马提斯也是鹰派 所以你本来唯一跟俄国打交道的提德森 也没有了 所以当然现在整个气氛就是这样 整个气氛使人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好了 这个其实一开始刚刚讲到了 互相驱逐外交官 外交代表 就是俄国的双面纪念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遭到了毒杀 结果一开始是英国跟俄国 先互相驱逐对方的外交人员跟代表 其他国家后来陆陆续续的加入 累积到目前为止 俄国驱逐了60位美国外交官 美国相对的 也刚好是这个60个数字 两个基本上互相较劲 那跟进美国跟英国的这些国家 我们列出来了很多 法国 波兰 德国 立陶宛 一直到这个乌克兰 总共是50个国家 总共几个国家 我们看一下 二十几个国家 二十几个国家 都已经跟进驱逐了俄国的外交代表 那在这十几点来驱逐 看到这个影片的公布敏感度 我觉得我先补充刚刚一点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点 为什么会发生 我个人认为 跟提勒森的下台 有非常重的关系 因为提勒森原来是普丁 非常密切的一个朋友 而且在提勒森在的时候 俄国跟美国关系 没有到那么恶劣 因为提勒森的关系 自从提勒森一下了以后 所有东西急转直下 都跟提勒森有关系 那么驱逐的这个行动 这样做的时候 让苏联面临到很大的 让俄国面临到很大的麻烦 因为他没有想到 英国后头发动的是 联合其他所有国家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在外交的报复上 我个人认为 俄国绝对还会更强的 可是当它更强的还击的时候 后果引下来是什么 现在是四月 五月 那就是看他下一步的不守 同时在那个时候 俄国加强了跟中国大陆的往来 交换了很多事情 密切的两边在支援 有人认为这个新冷战的太多 有补充一件事 因为北京大概在昨天 刚跟莫斯科提出一个建议 因为他最近已经发射18颗北斗卫星 那大概未来会发射到30颗 那现在全世界的卫星系统只有三个 一个是美国的GPS 一个是俄罗斯的 那一个就是中国 是第三系统 然后他跟俄罗斯提议说 我们两个来整合一下 所以这个是 我是觉得北京很会出牌 他就知道这个时候俄罗斯需要我 那我们就把卫星系统整合起来 那整合起来 因为他到30颗 那当然要两三年的时间嘛 那他现在就可以变成一个全球的系统 那他跟俄罗斯的合作关系 就会更紧密了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就表示说 现在确实俄罗斯跟中国在互相靠近 他去跟俄罗斯的这个往来 我从第一次看的就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今天 今天他跟普丁两个再见面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带着他的这个部长 这个部长的时候 就说你们两个去 我看了那位杜卓看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他们跟俄国的关系非常的好 就是那个举动 直接接到部长这个举动 一个一个部长带去 这个谁这个谁 然后你们两个去谈 这个谁这个谁 你们两个去谈 普丁就站在旁边 习近平站在那边 两个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结盟就是这样 现在你只要有任何事情 他们两个的结盟都是部长之间 直接的就谈完了往上去 何况习近平现在又那么稳 我觉得现在这个去除外交官的问题 因为毕竟现在发现说 英国的这个外相 抢身可能扯谎 因为他的这个实验室 调查出来说 这个毒剂确实是 就是这个毒剂 Novacek 但是呢 并不一定能够证实是来自俄罗斯 哇 现在搞了很多欧洲国家说 我们都被骗 被你这个Boris Johnson 这样子在接受 德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讲的这句话骗了 那英国的反对党 都要求他要下台了 所以这个事情 让普丁又有回击的机会 就是说 真的很难证实 这个毒剂来自于俄罗斯 虽然大部分的观察家都认为说 第一个 能够制造出这个毒剂 不可能是一般的公司 一定是一个国家 全力才能够制造出来 那俄罗斯确实有这能力 那俄罗斯也确实有这个动机 因为他们 对海外这个间谍的这个 双重双面人 他们这要做 可是普丁讲一句 我觉得最漂亮的话 如果是我们做的 他们还会活着吗 那我觉得这个讲的 真的是很好嘛 那现在当然 这个女儿现在慢慢清醒了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 找出 但是今天即使你找了这个 这个禁止化学 这个国际组织 国际禁止化学组织 来处理这个议题 也只能证实这个毒剂 就是这个毒剂 但是是不是能够一定 连接到俄罗斯 我觉得是很难 所以这个现在看出来 已经有一些欧洲国家 开始不愿意跟英国走在一起了 要跟俄罗斯修复关系了 如果说到驱逐外交官员 我想问一下天楼哥 因为你在国外海外 駐点做情报工作 驱逐外交官 那在外地的 駐外地不管武官 或者是外交官 他们离开那个工作站 或者是代表处的时候 你有哪些SOP的步驟要做 所有的文件全部销毁掉 销毁 但是销毁掉你要先造册 文件销毁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你所有在当地的关系 记录回去 然后再给 文件销毁怎么带回去 文件销毁 造册 不是 第一个文件基本上都是处理过的文件 所以在那边的全部都销毁掉 包括Disk 包括这些东西 就什么都不带 你要防止 万一你在 你在要进机场 要上飞机的时候 他要收藏你的东西的时候 全部都销毁掉 然后最重要的是 把你的一些的关系带回去 然后再重新的去交给别人来使用 文件销毁 我问一下 金正恩放话要攻 美国的西洋或东岸城市 跟普丁秀出这个画面说 我们的导弹一定打得到美国的城市 哪个威胁度高 普丁 当然是普丁 可是你们觉得普丁 这个画面播出来之后 川普的反应 没有像对金正恩那么激烈 普丁俄罗斯大国 所以美国不能够太大声 不是啦 大国跟大国之间 比较有多重利益的交错 所以行为 相对平均 会比较节制 比较稳劲 对啦 你看那个冷战时代 苏联跟美国有真的交战吗 也没有啊 那那个时候关系更坏 所以就像狂人如川普也懂得收敛 对啊 所以他们正担心的真的是金小胖嘛 因为他绝望的时候会干什么 你不知道嘛 美俄看起来关系很差现在 关了使馆 驱逐的相关的外交人员 但川普却透过了白宫说 其实我很累跟普丁见面 那人搞不透这是哪一招啊 我关了你都驱逐完以后 我很想跟你见面喔 这不让人家觉得很错乱吗 这就是川普 那大家也相信他 真的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完全不按照外交管道做事情 川普也说现在没有贸易账 对 他的推特就是 他所有东西 他完全不让别的人来 代他解读或发言 他自己直接推特 让大家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说老实话 都不是做外交该做的事 是 我们甚至以前讲过说 包括我们的总统会讲英文 也不要用英文讲话 对 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个 维权的空间 维权的空间 他不是他自己喔 有的时候发错了推特 然后拼字拼错了 那大家找到了 他把它删掉来不及了 已经大家留下来了 就是你不需要这么莽撞的做事情 可是这就是川普啊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东西做久以后呢 就变成真真假假 更难意测 就变成他的一个招数了 有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大家没有感觉上 大家的感觉就是说 今天川普是一个 半夜起来发推特 然后早上起来看Fox电视 然后看完又继续发推特 就是 11年才上班的人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总统 所以他讲什么 他跟普丁的特殊的关系 我从头到尾都一直怀疑 他在俄罗斯的时候 是不是有 普丁有什么证据在他 他有什么证据在普丁的手上 让普丁可以予起予求 这是他议色蛮久 对对对 媒体到现在没有爆出来 不过刚才委员在帮他们补了一句 对啊 川普到现在说 没有中美贸易战这回事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美中贸易战到底有没有开打 整理一下相关的数字给大家看 美国呢 美国呢 对于大陆1333项的商品要加增25%的关税 类别包括了药品啊 香蕉等制品 大约的规模500亿 那么认定大陆涉及强迫美国的企业 技术转移 窃取了这位财产权等等 那大陆的回应呢 是包括了14类106项的商品 客战25%的关税 类别包括了黄豆农产品 汽车化工类 那规模同样也是500亿元左右 影响的州哦 大家留意一下 包括生产汽车 包括了农业 畜牧业的州 这几个州都是川普的票仓 同样的 双方列出了 要对于对方寄出的关税 加重的项目类别跟规模金额 但是川普 就像刚才委员所讲的 他透过了白宫对外说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谈判 因为所有的数字内容 都还没有正式的实施 没有实施之前 感觉上 都是有转环的空间跟余地 像我们来宾来看一下 清单列出了 美中双方都列清单 都还没有正式实施 请问 还有转环的空间吗 yes or no 帮我们几个牌 还有空间 都还有空间 所以现阶段还是属于 画帕拉肯的阶段吗 委员你看 还在喊价 事实上那个 中国对美国 那个30亿是当天生效 4月2号就生效 规模小啊 然后这个500亿 他就说日期未定 美国可能还在追加1000 然后对 可是那个日期的未定 他给你两个月协商期 事实上美国真正在乎的 我坦白说 应该要回到那个3月22号 那个美国贸易代表署 对中国制造2025的恐惧 他认为那个威胁太大了 是 所以真正他要的恐怕是 他真正在意的是 美国企业在中国内部 被强迫计转 所以你用市场逼我要计转 对著作权的保护不周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贸易战根本没有打到这个项目嘛 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 因为习近平事业报道博豪论坛 我听说了 我今天看到新闻 说他要站在一个高度 对全球宣布 说中国愿意在很多项目上 对进入要做让步 那这个有部分回应 尤其美国的金融业 金融业是最明显 那另外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就卡到 因为他要去中国设厂 那中国要求合资 那特斯拉要求51 这个也卡到了 那他也说 他说美国的车 进中国是25%的关税 那中国的车到美国是2.5%的关税 所以我是觉得 会有一些个别项目做调整 还有比如说商务部长Rose 他也公开提议 说你多买一点天然气 那美国天然气是盛产 那中国也需要天然气 所以我是认为会在一些项目上 迅速的达到 共识 在台阶下 进口金额会增加 然后对美国企业 在大陆的一些 进入的障碍也会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对北京也是好事 就是说他也趁机 看一看自己的关税 是不是合理 然后也让他精改 这个有点类似当年参加WTO 用外部的压力 倒逼自己做内部改革 白宫也是 川普已经感觉上 你刚刚讲到吗 推特第一时间 他等于是发言人 他所有的项目 怎么自己来讲 但又透过了白宫的系统这样 我们希望谈判 这就是感觉慢慢出来 就是川普的一个style 对 因为美中 就是我们说虽然川普上来之后 他把这个两国之间的对话机制 名称改了 但还是留着嘛 留着我们看到 可能就五六月就要登场了 那这些登场都是 未来可以进行谈判的一个 这个forum 一个场合 所以是有一个机制 有一个地方 让你能够坐下来谈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这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 那对我个人认为 智慧财产权是绝对可以要求的 中国大陆也必须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但是所谓说强迫技术转移 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你美国今天可以不要进入嘛 你可以不要进入嘛 那你如果进入接受了 那你就不要抱怨 这个东西做出来 伤的会是美国企业 没有错吧 对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完全强迫 制造报的都是志愿 对 因为你是志愿 志愿以后就发现 本来你以为很快 我去举个例子 我朋友做这个自动化的 他做这个 转油警平台自动化 他想说哇 中国大陆找他去做了 他就去做了 他觉得大陆多少个做不完的 就做了几个就他们就不要他做了 他们自己会了 对 那这个当然 那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去 完全就不理他 但你要赚前面那个钱 那后面的技术被他学到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 但你不去又不行 因为大家都要去这个市场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 但是智慧财产权是绝对可以高的 对不对 你今天偷了我的这个商标 偷了我的技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那当然刚刚郭委员讲的也没错 就是有些东西大陆也希望借着这个 能够打开做一些经济改革 这可以做 那反而让美国看起来 他的保护主义是最不合理的 就是因为他的保护主义完全就是 为了保护我的这个蓝领工人 是为了让他们投我的票 然后明明已经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你硬是要把别的国家的关税提高 来保护 我觉得这个美国 川普一直说我们要的是公平贸易 我们要自由贸易 我不是讨厌自由贸易 但我要更公平 但是如果今天他这种保护 美国钢铁工业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违反自由贸易的 我做到这一点 因为很多像迪特利这些汽车城 美国的农业 中西部 还有畜牧业的这些大州 很多人已经想说 下次我不要投给川普 因为已经这样子的话 做下去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一个生计 川普他自己能够hold多久 他这样的一个政策 川普现在的说法是 我们会有阵痛 但长久 还是对于美国是好的 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打这个 根本没有办法打这个仗 中国大陆他可以叫说三十个企业 你给我直接的卖给他们 或者说不要出口 川普能够吗 川普根本不能够 川普他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他讲说他自己陷入麻烦的时候 但是他有个最大好处 他随时可以改他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场战争打下来的两边都是 但是其实尽管看中国大陆在回应上是一步一步来的时候 他完全是有计划的 而且他有筹码可以谈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民主国家跟非民主国家搞这些东西 民主国家绝对吃饭 因为你自己有那么强大的这种游说团体 习近平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的筹码的天平都不一样 我举两个例子 中国国际商会今天表态 支持政府 那美国的零售业 有好几个工协会 大概有将近50个已经出来表示反对 反对贸易战 那国会有100个 就是民主党的先连署 100个已经表示反对 那昨天布拉斯卡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公开出来 原来就对川普是不满的 可是他就公开讲 他说你方法错误 他说你要救我们的就业是对的 可是你方法错误 你这样救不了我们的就业 所以川普他当时讲那句话 我们也可以让总统一致选下去 他打中心里是真的很羡慕 习近平台有准备的环境 股票市场 他每次都看看股票市场 看看失业率 那确实是还不错 可是你看这几天股票市场 当然跌法 然后这些传统支持自由贸易的 这些共和党员 他们为了自己的进行黏任 可能到最后都要做一些切割 因为如果不做切割 他们可能自己会 而且这个会把税损的利多扫掉 所以川普自己会算 这个一方面跟中国有贸易战 跟俄国关系有保法 他会把自己陷入多重的麻烦当中 他自己会难拖什么 但是大家就不会看他跟风暴女的这个 还有同和门的私心 这个我賴清的对于美中的贸易 他是相对于看得很乐观 他说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实际点 因为台商呢可以趁这个时机 就把钱带回来台湾投资 有这么乐观吗 那个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因为生产链好那么快移动 他是自己在想的 自己在想 但是这些年来台商从大陆 大陆获利了结的人非常多 包括我 各行各业 对没有 把他的房子一卖赚钱 都不做了 都不做了 因为你现在 现在因为政府的这些整个的措施 而造成台商在大陆上的不变 我昨天去买 我固定有一家在桃园那个茶叶非常有名的 他都在大陆全国跑 他说他没有 他才去的川普在的时候 这13天才回来 他说他没有碰到 他将近20年在大陆每个地方 餐载也好 卖茶叶也好 做他的交易也好 他说没有碰到最近这段时间 整个大陆在民间对于台湾的反感 民间 即便他们的 他说你无法想象他的民族心起来 那他们认为说今天 即便有会台单衣窗口很方便 但基本上民众对于台湾的观感 民众对于台湾的观感 他说反应太强了 我以为你刚刚讲说 賴清德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了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苹果嘛 苹果事实上库克 因为中国发展办的那个发展论坛 那库克就在3月29号就去了北京嘛 他做主题演讲 他就公开讲 他就说要感谢中国提供这个生产链 因为美国你现在要找到 苹果的技术劳工不容易找 你能够一下聚集7500个工程师 你怎么聚集啊 这个就是现成的问题很现实的 台湾不是全部都贸易公司 大公司搬迁就可以 我觉得川普理解这个问题错误 他以为只是工资便宜 不是的 技术楼工不好找